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真是金窝银窝都比不上我这小窝呀 爸爸 这要是我们那小区 有停水有停电的 我还怕黑 怎么了 有心事 不想我爸妈了 他们很快就回来了 关键时刻 你先看啊 快 这都大晚上这么晚了 谁啊 你之前合作的甲方 问问我们档妻 之前合作的甲方 男的女的 男的 卢小姐 你呀 是明花有主的人 你得稍微对男的有点戒备之心别看 你像你身边那些人啊 老柯 充宽 麻烦是 胖胖 胖胖 算了 你得稍微注意点 放心 放心 别说男人女人了 我们互相都没把对方当人看 不是当不当成人看 男人的心思我特别了解 你这样会有危险的 我是女人 女人的心思我也很了解 像你这样温柔细心 长得还这么可口的 比起我你更危险 一定要注意一下你身边的 你 眼眼 我比你可能有觉悟多了 我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万一你遇到更好的呢 咱们俩一起改装了 更好的那些 自认倒霉吧 我说你说起情话还一套一套的 还不是跟你学的 不光很好听 还很可口 这可不可口呀 师哥 太远了 这 这 我 不错啊 别动了 要吗 你 不错啊 没法子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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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雷公 你跟庄庄说了吗 说了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安安来了 安安 首市长 我好想你啊 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小礼物 和点小小的心意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 来了 阿姨就高兴了 还带什么礼物太客气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好的呢 我们家安安刚回国 一直想着要来见你 这不 刚下飞机就过来了 是我太貌视了 董事长 我这么晚来 不会打扰你休息吧 不会 不会 你还叫什么董事长啊 还跟小时候一样 就叫我娄阿姨 好 娄阿姨 这长这么高个子啊 还这么漂亮 怎么样 这几年的国外 还适不适应啊 挺适应的 这几年我一直在国外工作 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收获特别大 没想到回国了也挺适应的 我都不用倒时差呢 是吗 还有我们家那臭小子 上次回来 光倒时差就倒了半个月呢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 可能我现在就只想着 赶紧去公司上班 尽我的绵薄之力 这孩子啊 太谦虚了 贵芬啊 你这么好的女儿 能到我们公司来上班 那是我的荣幸 对了 现在我把公司 都叫给壮壮管了 以后有什么事 你们多商量 娄晕啊 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样了 你都忘了 小时候你们还盯过娃娃轻呢 是啊 你们小时候在一起玩国家家 还经常叫我老公老婆呢 妈 刘阿姨 你们就别开我玩笑了 那都是小时候瞎胡闹的 不好意思呢 脸都红了 这孩子长大了啊 刘阿姨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休息了 这 这怎么能走呢 你不是刚来嘛 是吧 再找包饺子 那行 我走了 我先和面具 走走走 那行 我帮忙 快来 快来 你好 我是企划部的莉莉安 莉总 你好 你好 这是送给你们的一点小礼物 还希望你们俩喜欢 谢谢 谢谢李总 大家好了吗 你看 这边就是办公区 一般的工位就在那边 然后那些是黄秘书 还有朱莉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这是我的徒弟 蓝珍珍 以后呢 就由她来负责跟母丹的对接 大家好 请多贯照 好好好 对 珍珍 这个是工作牌 然后在合同上有任何问题呢 你就去找季秋 财务上有任何问题呢 就在那边找欧盛哥 当然了 广告策划的事情呢 你就找王秘书 她会跟汪总说的 嗯 其实主要的工作呢 就做好客户 王阿姨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 好 我相信你可以的 放心吧 还有 谢谢师 我走了啊 好 拜拜 进 娄总 来 快请坐 这么多年没见 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但是娄总跟小周相比 可是帅多了 坐 这是送你的礼物 你别误会 这个人人都有 这个巧克力在国外很出名的 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滴血糖 吃一块它立马就能恢复精神 希望你能喜欢 好 那我说下了 昨天听我妈说你要来企划部 没想到你今天就入职了 来 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关于餐吧的一些资料 你可以先看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随时过头 好 我可以立刻进入工作状态 但是娄总 虽然以前我们俩就认识 我希望你在工作上还是公事公办 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随时跟我讲 好 那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好 有位先生托我转交给你 谢谢 那就暂时先让你排第二吧 安安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带了你小时候最喜欢喝的牛奶 我已经不喝牛奶了 我现在乳糖不难受 这样啊 我太久没在你身边照顾你了 安安 家里的房子我都收拾好了 要不你还是回来住吧 这样我也好照顾照顾你 我在酒店住着挺好的 而且我都这么大了 不需要被人照顾 是妈妈不好 我以前没有好好陪着你长大 你知道吗 这次您回牡丹公司上班 妈妈这心里啊 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不一定会留下来 为什么呀 这次机会多好呀 一进来就是部门总监 以后对发展钱就会很好的 对了 我当公司现在已经不比之前了 现在市场环境竞争这么激烈 新的公司也一直都在崛起 它注定是要走下坡路的 不过好在 之前的江湖地位也还在 所以有了这个工作经验 我以后发展应该也会顺利些 我先上去 对了 以后在公司 咱俩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吧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省的公司的同事 都以为我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 好 我明白 就按你说的办 我先上楼休息了 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